香港人吃不吃老干妈 四 老干妈的前世今生 每日心灵广播体操 开始 你今天吃的什么 今天我吃的东西是 排骨 然后六个鸡蛋 然后还有那个麦片和沙拉 对 今天吃的东西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是就是那个高强度的那种 间接性的那种锻炼法 这次做的是12分钟的这种版本 这个也是从那个手机APP上搞的 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今天学的最重要的观点 就是一定要这个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 就是任何时候我就发现 这个都是你只要最后 感觉特别难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想办法就去诚实的面对自己就行 就是说你是啥样就啥样 对 就说这个意思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最有趣的一个细节 最有趣的细节就是那个 硝酸和那种亚硝酸盐 居然是 就是说贵州人吃这种 酸性食物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 然后一会儿我再讲详细的东西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今天觉得最难的事情 最难的事情的话还是工作生活平衡 就是一方面想多做点事 然后另外一方面时间又不够 所以这样子就总是非常的矛盾 对 现在就是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吧 你今天觉得最愧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然后最愧疚的一件事情是 对 最愧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反馈又拖了一天 我今天的话真的想把它给教了 然后你今天觉得最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生气的事 最生气的事的话是 想想最生气的事的话就是欠财欠财多 对 就是说自己 怎么讲就是自己的这种 想要做的事和自己现在能做的事之间还是有很大的矛盾 对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一点 你未来想做什么 未来想做什么的话 这个我现在在想一个就是 因为那个大的一个框架就说了 就包括一些小的点我已经讲过 就是像一个具体的问题 就是怎么解决这种信息渠道的这种建立的问题 这个就比方说吧就这样像这样去发一个这种视频啊什么 或者很多时候在社会里面也很常见 就是说你发出这个信息 别人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或者不对的 对吧这个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于他来讲有没用 这也是很多时候就是 你会看到法律里面什么说啊 什么造谣啊什么重伤啊什么 其实都一样就是怎么样去有一个有效的这种机制 可以去把这个东西给一定程度上解决 或者说能让它改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仔细想一想的问题 对 每日心灵广播体操结束 好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继续 就今天继续就是这个香港人的这个就吃老干妈的问题 在这次的话就来讲一下这个老干妈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就贵州的这个这个历史 就是贵州的这个吃辣椒的这个历史 是怎么怎么一个情况怎么开始的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最早来讲的话应该是广州 这个辣椒是先到了广州 广州在广州那边的话 它其实是作为一个观赏性的这种植物 然后之后的话又传到了这种贵州 然后在贵州的话因为有这种山区 然后这个气候的条件 其实是非常适合辣椒生长的 所以在贵州的话就可以大量的种种植和生产辣椒 但是为什么要吃辣呢 这个其实的话这个原因一开始我是不太清楚 后来我是就是看书还有这些查资料 发现其实吃辣最主要最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取里边那个钠 也就是说其实相当为吃盐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就是因为贵州那个地方 它因为还是因为山区的原因 从地形上来讲 它是一个山区 那山区的话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就是特别明显的是以前那种技术水平还没有拿到 所以说就会存在大量那种交通困难的问题 交通困难意味着你这个就是像贵州这样的地方 你去获取一些资源就比较困难 然后再加上第二点就是贵州的地方又少盐 它也没有那种盐湖对吧 而且没有搞出来这种盐井 就不像说四川我记得自贡那边是有很多那种盐井 所以在这个井里边这种盐和这种水的这种盐 就两个都没有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话 它就属于一个盐非常紧缺的状态 在当地的那个当时我看那个数字就是说 一斤就一袋粮食换一斤盐 大概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比例 在其他地方 比方说当时我看到福建那个地方的水平 它折算下来差不多是一斤一袋粮食换一百几年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两个就差距可以说差一百倍以上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就差的非常大 换一话说就是在贵州这边 这个环境就是是一个少盐的环境 那么它怎么解决这个吃盐那个问题 因为人必须得摄入盐分 这个人是必须得吃的 就是多少的话都得吃 因为什么一旦不吃的话 身体的这种贾纳的这种平衡就会 就电解质平衡它就会岔开 一岔开以后这样整个人的这个身体 还有精神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包括学习没有力气走路也是就是没有物精打采 但是这些其实它都是很多时候是缺盐 或者说电解质这种不平衡造成的 不是说光有盐就好 还是说贾纳的这种平衡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然后在贵州的话当地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然后所以说在有盐以前 它其实是通过这种酸性的食物 对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做一些那种腌制的食物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也不因为没有盐 或者说只有很少量的盐 所以它其实就是直接上来就直接腌制这样子 用腌制的这个办法就发酵的这种办法 发酵之所以管用 就是因为其实发酵相当于 它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产生些这种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这个东西的话它就就有的时候会在那个锅里 然后比方说调料或者说东西不能弄太久 其实也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但是那个是硝酸盐 差不多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硝酸盐的话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首先人的这个身体是可以去消化吸收的 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相当于对这个盐 进行了一个或者说蔬菜原的盐分 进行了一个提纯的这个作用 所以它就使得你这个吃酸的东西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摄取到更多的种盐分 这也是为什么像贵州点心的菜就是什么酸辣鱼 它其实就是说既有辣又有酸 就是还是因为它当季的盐分太少了 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比较有意思就是 贵州它这个盐因为它非常的缺 然后所以说它其实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它才慢慢开始 就是这个问题才开始就是说清朝有辣椒就是引进 然后这个才慢慢开始让他们这个生活变了好转了一些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贵州也就是它的少数民族是最早开始 对中国现在有历史资料记载最早开始去吃这个辣椒的人 然后这个像就我觉得整个很多这个一些很多一些具体的历史的话在 有一个书叫这个中国食辣史 我当时就是或者吃辣椒的这个历史这么一个人说 当时我其实是没有看过这个书 但是我之前看过有个议席那个视频 它里面有其实这个作者当时讲的一些经历啊什么的 我当时就还有点印象 然后所以它其实还讲到一个点 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吃辣已经很多了 就是慢慢大家全国范围内都已经开始接受辣了 那就除了辣椒除了这个盐分 就是说之所以辣椒能在贵州现在发展起来 主要是因为盐分 但是在全国发展起来的话就还有另外一点 就我很早以前视频里面讲到 辣椒里面它是就是因为它其实有火烧的感觉 在火烧的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就是吃辣这样的管子也会 身体就会和你跑步 其实跑步的锻炼有时候会分泌那个感觉是一样之后 它会分泌一种让你有点那种就是感觉很爽的那种激素吧 它这个原理实际上是因为身体为了觉得你已经着火了 或者你已经身体属于很大一种一种非常的不适应的状态跑步 就是那种身体要有点阵痛剂的这种效果吧 就是说相当于给你发一点这种 大脑会给你分泌一点阵痛剂 所以这个也是会让人感觉会稍微比较爽一些的这种原因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从怎么讲 就从老干妈的这个角度上讲 其实它真正提供的价值是这个层面的一个价值 然后至于它最后能不能被那个广东这个接受 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之后下一次的话再讲这个具体原因 那个又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了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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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